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 动口不动手的日式粟喜烧呢 这可是连盛文的岳母 蔡陈娟娟一手打造的 虽然蔡陈娟娟在台湾 已经有了七家的 有名的连锁上海餐馆 但是因为她对于日本料理的着迷 她绝地开创副牌 日式锅舞主题餐厅 而且服务真的是为人所称道 你好 请问我们肉要全熟吗 前进一涮 新铜牛肉片马上摇升成了 软嫩的粉红色泽 谁说吃寿喜烧只能自己涮 在这里反驳化身为公主王子白 有专人全程为您服务 让寿喜烧多了超值贴心服务的人 就是她 蔡陈娟娟 蔡陈娟娟不只是全台湾 最知名的贵妇之一 她另一个身份是连盛文的岳母 蔡一山的母亲 更是全台知名连锁上海菜餐厅的负责人 一手打造出 在台北镇商圈火红十一年的上海餐厅 这么多年吃惯了浓油吃酱的上海菜 这回菜神娟娟决定要换口味 清爽一下 开始一家风格完全不同的日式锅料理餐厅 如果换口味 我们都想要吃到日本菜 而在台湾的 我们没有尝试到 就是说我们每次去日本 尝试到这个寿喜烧的这种做法 包括它的酱汁 包括它的肉的品质各方面 所以我们就开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寿喜烧跟烧不过 火锅色汤汁 咕咕咕咕作响 寿喜烧独特的魔力关键 就在这瓶 产有味淋和日本清酒的寿喜烧酱汁 香浓中带着清甜 只要动口不动手的寿喜烧美味 让服务生帮您搞定 镇头日本寿喜烧 一定要把握煎煮蒜三原则 首先第一步采热式观众做法 先热油锅 掺入特制寿喜烧酱汁 放入比手掌还要大 已经要价6300元 来自澳洲的顶级黄金和牛 一阵滋滋作响 和牛被煎到呈现咖啡油亮色泽 豐富肉片残证浓郁甘甜肉汁 送入口地让人好满足 因为也只有煮到 大概七分熟八分熟左右 那也可以吃到它旁边的 应该是油花吧 比较肥的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是很软的口感 所以我觉得它的肉是非常非常棒 吃不过瘾 第二步服务生再来的正统关锡煮法 寿喜酱这回配上了吃大骨高汤 加入洋葱 大葱 牛瓣和白菜 最后铺上油花均匀的和牛 不到20秒带着粉色的肉片 吸饱了甘甜蔬菜汁和寿喜酱汁 吃来口口清甜不油腻 那这个汤汁都浓缩起来 用煮的 那本身第二次的那个肉 就会更软更好吃这样子 味道会比第一次还要淡一点点 第三种一样让你着迷的吃法更简单 只要轻轻算 让肉质更清爽 和一般人吃料理恰恰相反 这里的寿喜酱油浓转蛋的吃法 让客人的味蕾有着层次分明的多重享受 贴心的老板还为寿喜酱准备了秘密武器 就是这两种独特的沾酱 严选自日本长吉县山药磨成的山药米 还有从台湾外销到日本的顶级有机鸡蛋 制成的有机蛋酱 完全使用手工方式将蛋清打发再放入蛋黄 沾上一口香浓绵密无腥味 让肉片滑嫩 口感瞬间升级 他们会把蛋白打得发 就是很像鱼饮这样子 然后再把蛋黄弄进去 所以整个再将这样漏下去变成的花顺这样子 然后他们山药米那个张酱非常特别 我每次来都会张那个山药米 因为真的很特别 别的地方没有 付过三代然后支饮时 洗出名门的桌边秀服物 果然让老饕大为惊艳 连远嫁日本的美食专家艺人 欧阳飞飞都常来捧场 喜欢鲜嫩肉片 正点招牌的味噌食手算算锅 更不能错过 可以自由选择黑毛猪肉片 或是海鲜鱼头类当主菜 其中秘诀就在他的汤头里 使用三种不同浓淡口感的味噌 以及胡麻酱 白芝麻粉等调味料 喝起来汤头浓郁不死咸 我们的味噌是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在台湾都拿不到 最重要的是胡麻酱 日本的胡麻酱 还有那个白芝麻粉 会有什么效果 提味 这很重要 差很多 味噌跟白芝麻粉 混合下去的味道 真的效果不一样 他们的餐就是很特别 然后就是跟一般的 其他家的味道 可以吃到那个芝麻的味道 所以非常香 而且很浓郁 对 不像外面 就是味道整个细细的这样子 真的非常浓郁 对 强调道地日本味 可可饱满又精致的沃宋丝 当然也是精华 鲑鱼馆 海胆 西麦 或是新鲜生鱼片 道道食材都是飘洋过海 从日本空域回来 味道甘美又鲜甜 餐饮界女常人蔡臣娟娟 延续上海餐馆好吃机 打出户牌日式国务料理店 装满也很讲究 作为设计某灯现代 包厢式的用餐环境也很特别 供应的又是日式正品彩色 再度为台北顶级料理市场 带来新火花 要agers点赞 取商的街道 再度为台北顶级料理市场 本和包厂转市场 在英文市场上 本市场上